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这位女主角 她除了追求美 她本身就已经拥有 全球最美东方女人的称号 她有山羊座的坚强和理智 很清楚自己要什么 所以也会很努力地实现自己的梦想 她就是国际巨星, 拱利 拱利, 中国殿堂级女演员 1992年, 凭抽谷打官司 奪得第4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 最佳女演员 2006年, 拱利和周润发主演的 《满城进带黄金甲》 令她获得第26届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 小姐, 我谢谢公理 今天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 其实我们要由你的小朋友 开始讲起 我知道你小时候曾经说过 你是一个很独立的女孩 可能家里爸爸妈妈比较忙 很多事情都要自己照顾自己 其实当时你有多独立? 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姊妹五个 我有三个哥哥, 一个姐姐 所以他们都比我大很多 我最小的哥哥是比我大14岁 所以也不是因为独立 是因为他们跟我好像玩不到一块 所以就把我一个人 就是经常是一个人玩 完了, 他们四个玩得很好 因为他们四个差不多 差一年两年就是 差一两岁 那我就差很多 所以那时候就养成了一个 就是说我可以一个人玩 虽然有三个哥哥, 一个姐姐 跟他们玩得很少 那时候我爸爸妈妈都是教书 大学里教书, 他们很忙 是我们家是放羊式的 不是圈养式的 就是不是说一定要管教得很严 就是说你们喜欢做什么 你就可以做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我养成了一个习惯 比较自由 但其实你是不是小时候 就已经很喜欢表演 没有 没有 小时候喜欢唱歌 喜欢音乐 家里有一个很老的一个风琴 就是踩的那样的, 不是钢琴 是踩的那样的风琴 是我妈妈的 之后长大一点吧 我爸爸就觉得我喜欢唱歌 就给我买了一个二手的那个手风琴 一个红颜色的, 很漂亮的 但是是用过的比较便宜嘛 那时候家里也没有 老师没有太多的钱 喜欢唱歌, 不会表演 那为什么你到大学的时候 你是选这个演艺的过程呢 大学一开始是考的唱歌 去考那个山东的幼儿的师范学院 幼儿教小孩的唱歌的 结果我也没考上 他们说我的声音太粗了 说教小孩要声音比较细一点 高一点, 哄亮一点 说你的声音好像不太适合教小孩 声音太粗 考了一年 考的山东的幼儿师范学院 还有区府的有一个幼儿师范学院 都没考上 后来我就说那就不考了吧 我妈妈说那就不考了 以后就当一个普通的老师 可能, 但是我喜欢做音乐老师 后来有, 后来就不知道怎么 有一个机会 就是我在那个电视台的院里住 电视台要拍一个电视剧 那个摄影师是孙周导演 你知道孙周导演 我们拍过两次电影 他是摄影师 那我们要找很多的群众演员 都是学生 那就把我们就都弄了去了 我们那时都是学生嘛 才十五岁吧 十五六岁 去了当了一次学生 当了一次群众演员 好玩吗 很好玩 他们说你这个你还不错 你说一句话吧 我还在那个电视剧里边 说了一句话 就是第一次 有一个对白 就是我好像挺厉害的 那个一个学生 那个导演 那个女导演 叫习玉明吧 那个女导演我还记得她 后来她就跟我妈妈谈了一次话 她说你的女儿不错 可以去试一试表演 我妈妈呢 当时也没有太在意 说可能导演很客气嘛 当时就是一个群众演员 就一个镜头 两个镜头就没有了 就从那次以后 就后来找了一个老师 练一练 完了就尝试着去考 中央戏剧学院 还有上海戏剧学院 考过这两个学校 后来我被中央戏剧学院录去了 我知道你考中央戏剧学院的时候 都有少少的波折 因为你是欠11分 才可以考进去 当时那帮老师就觉得很可惜 就是觉得你好好 但是你就欠11分 所以考不到 所以他们就特地帮你写了一个报告 给上级 希望上级有一个特别的安排 你知不知道这件事吗 好像是知道 我们班有几个演员吧 几个学生是特别入取的 叫特别入取 我是其中一个 可是我们很喜欢 但他们的分数不太够 但是他们觉得我们表演分 或者我们的专业分很好 好了,我们就都被入取了 一个人有才华 一定有人懂得欣赏 最重要的是 你有没有捉紧这个机会 但我知道你第一部戏 就是在八百年 就是张艺谋导演的《洪高梁》 你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个机会 拍这部戏呢 其实也是巧合吧 我去… 我还是不在学校 他去了学校去调演员 说中央戏学的学生不错 比较专业化 我们也是一年级 但是一年级 刚刚入学不久 后来老师就介绍了说 我们班有几个几个学生不错 你可以挑 我们是刚进校的 我们叫影视班 就不是说完全是舞台的 我们是可以拍电影 拍电视剧 是影视班 当时招我们的时候 就已经说要有一个比例 不能头太大 不能脸太大 要有一定的个头 那首先是影视班了嘛 影视班你要是舞台就无所谓 只要你声音好 表演好就可以 但影视的话 你这个头太大 比例有问题的话 可能就在招生方面 是有一个规格的 我们这个班是《洪高梁》 是第一次 就是可以是影视 可以拍电影的 当时老师就说 我们班有几个不错的 可以都去试一试 就算张艺谋导演 就选中米了 张艺谋导演 反正试完之后 后来就 我很幸运就选了我了 第一次拍电影的感觉怎么样 第一次 已经当女主角了 对 第一次拍电影 感觉跟舞台很不一样 因为在舞台演戏的时候 我们需要排练是吗 我们在舞台排练 可能排练三个月两个月 完了你再演出 电影是没有太多的排练 而且舞台是 我们学的是 舞台肯定是从头开始演嘛 你从开始演到最后 电影是从中间 无所谓什么时候 可能今天我们第一场戏 就拍结尾了 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人物 考虑得很清楚 这个是很不同的 当时我第一次拍 洪和亮第一个镜头是 中年的时候 他跑在桥上去追 那个罗汉大叔那一场戏 是中年已经有孩子了 怎么就 那是不懂吗 不知道 前面还没演的 怎么就从后面开始 他说 我们电影是这样子的 因为场景的问题 我们先拍这个场景 拍拍这个场景 我们就换一个场景 就去别的地方了 所以这个场景 就是这段戏 我们就拍这个 当时是这样 需要一个过程 差不多拍了一个月之后 就很习惯了 就知道了 把这个人物要开始捋顺了 一开始是什么样的 中间是什么样的 到结尾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一定要捋顺 也是靠导演吧 曾经有个传闻 就说你拍秋谷打官司的时候 你是帮整个组人洗衣服 有些他们家属都不在 他们需要洗衣服 正好那时候有洗衣机 我也没事干 反正人物就是角色 已经准备好了 我就没事帮他们 用一个洗衣机 就一直洗了三个月 三个月 很好玩 我也没觉得累 我觉得很有意思 其实那时候你已经很红了 这个跟洗衣服 跟红不红也没什么关系 当时是没有剧本 只是两张纸 我说好像… 中国人好像不行是吧 不会, 不会 就翻脸了是吧 我是有选择的 如果演员是一部电影的灵魂 导演就是大脑 两样东西要配合得好 才可以成就出一部好的电影 其实大家都知道你和张红某导演 是合作无间的 当年拍了很多很出色的电影 其实你怎样评价这位导演 我就是觉得他就是为电影而生的吧 我觉得他一生的可能事业就是他的电影了 我想他也可能也会去拍话剧 也会去拍舞剧 也会拍歌剧 但是我觉得那些都是去玩玩而已的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电影人 他的特殊之处就是他非常的执着 对一件事情 就做这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什么都不管 就做一件事情 就在这个可能在这个半年之内吧 什么事情他也不做 他就做这一件事 所以我觉得他第一个是他的自己才华 那是另外一回事 他这种很执着的这种精神 我觉得让他的电影成功是非常有原因的 不是偶然的 我看过你有很多的电影 我又觉得张艾谋导演 是很懂得去发掘你的好处的 你觉不觉得是 我觉得也是 首先是从剧本开始吧 如果他觉得这个剧本不适合我 他也不会找我 就比如说之前那些我们先不说了 就是之前拍过那么多 那之后黄金甲 黄金甲他也觉得可能这个角色我演比较适合 还有现在这个角色就是我们在拍那个归来 这个角色我也觉得他在看剧本 看小说可能看剧本 然后在调整剧本的过程中 我也觉得他可能是比较就往我这边 往这个演员这边靠 他知道我的长处 他知道怎么去挖掘我的长处 怎么去避免我的一些不足的地方 而且他也知道我的发挥的长处是哪方面 如果跟一个新导演合作 我觉得如果是一个好的导演 他会可以找到你身上很多 可能看你的很多电影 他会慢慢找到寻找到你的身上的一些优势 表演的优势 可是可能还是有一些欠缺的东西 你需要去谈需要去沟通 可能拍完了以后他才了解你这个演员 但是张艺某导演他就不用走这个弯路 他就觉得有些东西 可能他觉得不舒服的时候 他就觉得他演不了 这个合作是一个默契 这个很不容易 其实除了跟张艺某导演合作之外 另外一位很著名导演就是陈海哥导演 跟他拍过两套电影 都是非常受欢迎 香港都很受欢迎的 其实你觉得他们两个 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什么 他们两个其实一个是学摄影的 张艺某导演他是学摄影的 是电影学摄影出身 陈海哥导演是导演出身 是电影学也学导演的 我觉得他们两个区分在这儿 其实太大的区别 其实我们还是他们的风格不同 风格不一样 讲故事的那个点不同 其实他们两个很像 也是同代人 也是很像 只是觉得对电影的迅速方面有的 可能张艺某导演更加用画面 很多说话 很多可能台词不用那么多 他是用画面 是用很多的电影语言来表现 凯歌导演他是学导演的 可能他也有画面 可能也注重一些故事的情节 是因为他们的科目不一样 应该是学导演 应该是学摄影的 他们的角度不太一样 不太相同 除了内地很多导演也合作过之外 香港的导演也有合作过不少的 有哪个印象比较深刻的 或者你觉得比较接近你的想法 例如会不会是王家卫 有很多香港的观众都知道 王家卫导演就有很多思想的 他很多东西都是在这里的 他就不会写下的 其实习不习惯他这种的拍摄方法 其实没关系的 我很高兴之前跟王家卫合作过 王大远合作过两次吧 还是三次 两次 一个是那个爱神 那个印象特别深 因为我没有太多时间去拍戏 时间很短 差不多十天吧 就是把那个短片就拍完了 其实王导演 他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导演 他自己要什么 他自己知道 但他自己要什么 他也没有剧本的情况下 你演员也是可以知道的 其实不是说 只是说他自己知道 完了我们演员什么都不知道 你去了就演 他不是那样的 那成小品了 就是当时是没有剧本 只是两张纸 就是那个爱神那个 完了我就觉得他 他就把我叫来以后 就叙述了一下这个故事之后 你这个人物就很清晰了 就你说什么台词没关系 你这个人物你就知道了 他给你解释得很清楚 在他思想里面 在他头脑里面 这个人物应该是什么样的 他跟另外一个人是什么关系 他想把他拍成个什么样 他说得非常清楚 我觉得如果是一个用功的演员的话 是可以是没问题的 跟他合作 是这种合作方式 没有关系 不一定要拿一个很厚重的剧本 完了那个写得非常清楚 完了这个导演呢 还不希望你改 那个更可怕 对吧 那个比 更可怕 这个呢就是比较开放式的 就是他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两个人物 一个这样的故事 他希望这个人物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很清楚 我也觉得这个合作方式 我很喜欢 也没有什么不好 你有没有遇过一些导演 是不给你改剧本的呢 没有没有 我觉得 我预见的导演 他们都是说 你如果觉得哪里不舒服 你可以提出来 我们可以商量 不是说我一定要改声 说导演 你一定要按照我的去拍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我觉得这点不舒服 因为我要演嘛 如果我演 如果我演得不舒服的话 我演不出来 肯定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就希望跟导演 沟通的时候 他每个导演都说 可以可以我们谈一谈 没有说不行 一个字不能改 但我听过你说的一个访问 你就说你在拍荷里活戏的时候 有一次就是 你平时的习惯 是很喜欢要清楚 前因后果 对 但有一次就是 你又要捉住导演问 一直在那里问他 其实那次的事情是怎么样的呢 Miami风云吧 Miami Vice 其实那两个导演 他们的工作方式是非常 非常又传统 又很认真 完了又很 其实又很时尚 就他很愿意听演员的意见 当时也没有 只是一个 一个很小的一个 对于女性的一个 一个内心世界的一个挖掘 可能我们西方人跟中国人 还是不太一样的 有一场戏 我就觉得这场戏完了之后 怎么会它变得这么快呢 当时那场戏就是我们两个 刚跟那个Colin Farrell 我们两个在一起 刚说一些很恩爱的话之后 反而一回头来就说 我们谈谈我们的交易吧 交易吧 那他那个剧本就写的是 马上说好啊 我们谈可以 我说好像 中国人好像不行是吧 不会说 就翻脸了是吧 就不高兴了 他说没有 他说不会的 他说不会的 他说不 就是business 这种女人就是这样子的 可以谈 没问题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很对 就是当时出来以后 这个人的性格马上就出来了 一看这个女人就是 就很不同的 就跟我们想象中的女性 是刚说完情话之后 一回头这个男人说 咱们谈谈我们的生意吧 那就翻脸了 那就肯定正常女人是不愿意的 就不高兴的 但是她是一个特殊的女性 所以那个时候谈了很久 我觉得我学到很多东西 就在Michael Mann 那个导演身上 学到很多东西 你都是很早已经去 就是在Hollywood发展了 你觉得中国女性 在Hollywood发展 会遇到什么困难呢 遇见困难就是 可能不是那么主要的一个角色 可能发挥的机会不是特别多 但是你拍的戏都 我是有选择的 不多的我也发挥不了 我去了也没有什么意义嘛 我就很多 找的很多 但是我觉得那个角色 跑跑龙套 也没什么意思对吗 就是浪费时间我觉得 就是我就 就退掉了 如果是一个很完整的人物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有发挥的 那我就觉得没问题 我可以 我可以接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男演员还是女演员 就是面临着Hollywood的电影 就是一个 可能在里面的角色不是那么重要 就面临着这个问题 就是说看你怎么想 说我去学习学习 我去尝试尝试 那个没问题 如果你想真正的去 过把瘾 或者去创造一个人物 可能就机会不多 你第一套入去Hollywood的电影 就是《艺技回忆录》 这个东西 或者这个跟艺术没关系的嘛 我也可以去演一个 什么国外的 什么杀手啊 什么艺技啊 什么都没关系 那是艺术创作 跟那个没有关系的 你喜不喜欢 还好你过发情的呢 只是如果你去创作一个 有意思的人物的话 对我来说 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事 如果说给你很多的钱 给你很多的机会 只是一个说你客串一下 去一下 party站一下 说一个话 然后就走了 你说你在那个电影里干嘛 没有意义嘛 以前没有合作过 合作她的时候 我已经觉得 她可以做导演了 当时就觉得我很后悔 我就没有好好地去参与进去 就觉得我不会演 没有那个说过的秘密 别人不知道的对吧 我自己给你了 可能你需要